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由加拿大凯斯通学院赞助播出 今天他是我们加拿大民间的思想家 他很愿意分享他的思想 所以我们如约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城市从温哥华开车过来 他讲话的今天是一个抛砖引玉 讲一个后疫情时代 我们应该怎么办 高教授 大家好 我们还是在这个角度上 直播传真 什么传真呢 真实的温哥华 海外华人生活的一个传真 那就是华人的一个最大的超市之一 然后你看看华人这个车出出进进 大概就能判得出他们的生活水准 有人呢也认识高教授很久了 认识我们书信记者 说高教授你在加拿大算个什么样啊 小中产 中产 我也有很舒服的一台车 不是像这么豪华 但是我的车最舒服 开玩笑啊 好 我们言归正题 那么 这个Richmond呢 刚才说了 华人占20万 但是市政府从市长到各级领导 到那修路的 捡草的 指寻的 几乎都没有华人 我们的有一个郭宏律司 两年前吧 竞选Richmond 华人市长 很遗憾呢 二十万的华人呢 得了四千票 不是四万票啊 四千票 二十万的华人 选一个Richmond的市长 一共 这个Richmond 就是不到五十万人呢 华人占了二十多万呢 可是呢 选了一个市长啊 二十多万的华人 只给了四千票 你就说啊 人家会 不是歧视你啊 就是无视你 因为这里呢 是按闹分配啊 你不会闹 你没有选票 谁会关心你呢 好 那么 疫情快要过去了 我们熬的太久了 一年多了啊 那么加拿大也开始呢 一个星期左右 就要全面的恢复 比较正常的 生活状态了 那么后疫情时代 啊 疫情让世界放慢了脚步 给了我们思考的时间 所以我们的记者 舒心说啊 断舍雷 就在这期间 好好一下思考自己的人生 好好思考一下 这个后疫情时代 我们重新活过来了 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怎么样 珍惜每一天 过好自己的日子呢 首先我的第一个建议 问一问自己的内心 我是谁 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有太多的人了 为一些虚伪的道德活着 为别人的脸色活着 为一些呢 跟你无关的 各种各样的周围的一些人和事 来活着 我今天就告诉你 断舍雷 问问自己的内心 好好地珍惜 重新活一把的机会 真正为自己活 那么这个世界呢 现在最大的 我认为啊 这个道德的 deteriorating ok 道德的不断的 不停地滑下去 那么呢 现在的亲情 友情 爱情 都打上了 架目的标签 the price tag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家庭关系 首先从家庭关系上来讲 也产生了 很大很大的影响 很多是负面的影响 比如说像我 在中国 过去我们没有遗产这一说 可是我这一代就碰到了遗产 甚至我的家庭 也为这么一点点小钱 伤害了亲情 那么我们这一代呢 我今年60岁 也可能是最后一代 孝敬父母 但是没有人孝敬我们 那么现在的爱情 我们多久没看一部 让人感动的爱情电影了 已经打上了 架目的标签 夫妻俩的关系 我可以说呢 特别是男人 我见过很多人 特别是年轻人 追求女孩子 我就很反对这个词 有人用追求 用讨好 甚至用钱 去讨好爱情 这样的感情生活 一定不要去追求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当我们限制了 其他的社交活动以后 两个人困在家庭的角落里 一个小房子里以后 也是对我们真实感情的一种考验 很多朋友 我非常赞成 和睦的家庭关系 但是同时呢 我也感觉到 我们这个世界 在伦理道德方面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变成了相互的需要的关系 当然这个相互需要呢 也包括了感情的需要 比如说 你对父母的孝顺 实际上也是你的感情的需要 父母在的时候 你就有份感情的寄托 你还是个孩子 当父母不在的时候 你就是孤儿了 但是呢 哎呀 这个金钱 已经把我们的所有的人类 最美好的感情 变味了 变味道了 我几乎没有见过几个女孩子 不把金钱 内意 放在前面 特别是在温哥华 在Richmond 有的女人是为了身份 有的人女人是为了房子 所以我呢 劝了很多的年轻人 一开始呀 有的男孩子为了追求女孩子呢 喜欢漏富啊 喜欢呢 搞一些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 今天我给你买这个 明天我给你买那个 今天高消费 明天低消费 最后自己搞得自己承担不了的时候 才发现呢 这个感情对他来讲 没有比喻 有还要让他舒服 就是说我们现在 有很多的感情上的误区 我劝你 不论是交男女朋友 还是将来结婚了 男女在经济上相互独类 男人有钱 你要其养家糊口的责任 这个是没有说的 但是 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是靠一份工作来养家的话 你也就没必要大包大揽了 哪怕你跟一个女人 在疫情期间同居啊 这个必须的 我发现很多 很多人呢 亲情爱情友情啊 基本是 ZERO ZERO 那么他呢 在疫情期间呢 过着就非常非常的苦闷 所以呢 我非常赞成 大家呢 开诚不公 把该说的话 一定要说的非常的清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我不珍视那一份感情 好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呢 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 让我非常的困扰 最典型的 就是现代的男女关系 变成了一种呢 相互折磨 男人 已经没有做男人的尊严了 不论从经济上也好 家庭地位上也好 男人的压力很大 但是得不到女人的尊重 甚至真心的爱护 我说这个事是不是真的 百分之百 Absolutely Absolutely OK 有的男人呢 过得非常的苦 一方面呢 在社会上 有很大的经济压力 另一方面 回到家里 又没有任何社会地位 所以呢 在这个现在的这个 一个畸形的两性关系当中 我天天看到的新闻呢 几乎都没有什么好新闻 什么性骚扰啊 什么 哎呀 很多女人我不明白啊 我举一个例子 跟我认识的一个印度小孩子 27岁啊 真实的啊 27岁 只有胆战的交女朋友的历史 只有四到五次的性生活 她对女人呢 变成了一种膜拜和渴望 但是最近发生个什么事呢 在她上班的时候 跟一个女同事 她可能一时冲动 啊 做了一点 越轨的表达 还没有真正的动作 就是越轨了一点的表达 比较唐突一点的表达 比较冲动的表达 结果怎么样呢 可是呢 她不善于表达 也不会讨好女人 结果怎么样呢 她总共只交过六个女朋友 38岁啊 她一直处在这种性压抑 和渴望当中 也被女人投诉过 说她有什么性骚扰 我都不明白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你就不同意 干嘛要毁了一个男人呢 大概在五天前 我刚刚见到了她 她用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我看到她的时候 我眼泪都出来了 她变性了 变性了 一个很帅的男人 一个白人的小伙子 一米八几 变性了 我现在说的时候 眼泪都要出来 一米呢 她对女人的爱 彻底破灭了 我现在在这里 大声的呼吁 这个世界最苦最利 最脏等等等等 你看看这些建筑 这些道路 都是男人修啊 男人在处理啊 女人不应该 好好的去爱男人吗 现在已经很畸形了 所以 不论是你的丈夫 是你的男朋友 还是你的男同事 还是在街上偶遇的一个异性的男性朋友 请给他们多一点爱 少一点恶毒 少一点那种 用性来折磨 甚至来摧毁男人 性骚扰少一点吧 表达爱 表达性 这都是男人天生的权利 嘉宾和主持人的观点 都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现在我们又看到 一辆车啊 这次是一个老外 刚刚骑的一个自行车 好了 各位观众 感谢你的收听 收看 如果你喜欢高教授的节目 给高教授一个点赞 或者在视频的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想跟高教授进行交流 交流思想的话 在下面 就在下面留言 那么高教授 有可能在他方便的时候 给你回答 各位观众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